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世纪的时候 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的大园 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但是双方都没有南北分支的想法 彼此都想把对方赶下海 荷兰和西班牙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贸易 更重要的是当时荷兰正在进行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80年战争 所以台湾战场是这场战役的延续 双方都把对手视为敌人 1627年8月17号 菲律宾总督塔夫拉组织了庞大的舰队 从马里拉出发 准备进攻荷兰人的大园 西班牙人可以说是将菲律宾所有能动用的兵力倾草而出 包括当时在马里拉仅有的四艘大帆船中出动了三艘 另外还有两艘平底搬运船 以及一艘小船 两艘蒋帆船 在菲律宾全部的八个步兵连队当中出动了七个连 另外还有五个邦班牙步兵连和炮兵随手等 一共有136门炮和2015个人 带着六个月的吉仰出发 另外有两艘基隆补给船 携带各种补给品和现金4万批索 提前出发前往圣沙瓦兜城 由于等待每周来的白银船迟到了一个月 造成出发太晚 船队沿着旅宋海岸北上遇到了风暴而返航 西班牙人的这次行动不但一无所获 反而遭受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 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对大远发动类似的军事行动 至于提前出发前往基隆的两艘补给船 由于风向不对 却意外的漂到了澎湖 受到了当地明朝首军的接待 明朝官员表示希望西班牙人 前去攻打荷兰人的大远 这两艘船回航的时候 经过大远最后在旅宋岛的海岸发生了海难 由于这次的接触 让西班牙人获得一个印象 觉得能够和中国产生某种合作关系 联合来打击荷兰人和发展贸易 1628年初有中国的官员来基隆访问 1629年新任的长官加拉措 乘补给船来基隆上任 接着他就携带马尼拉总督的信 去福州拜见当地福建的中国官员 西班牙人很羡慕葡萄牙人在澳门 能够就近和广东发展贸易关系 以为这个模式在福州也可以复制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有进展 之后福建的对外贸易被政治容掌握了 福建官方也就没有办法 对西班牙人做出任何的承诺了 西班牙人占领基隆岛的第二年 荷兰人在日本的长期得到了消息 说中国帆船从马尼拉载着石灰石 和其他的物资去基隆新建堡垒 巴达威亚方面下令大员排除舰队 包括西式战舰顿布黑号 尼门号 斯洛腾号和一艘龙克船 好运号 在1629年的8月 对西班牙人的淡水和基隆进行了侦查 若是有机会 也不排除发动军事路径行动 顿布黑号在8月13号进入淡水河口 发现被逐离围起的圣多米欧堡 河面上有一艘蒋航船 一艘快船 以及四艘融合船 15号的清晨 顿布黑号率领舰队深入敌阵 西班牙区的炮台和蒋航船对他们开炮 造成斯洛腾号的冯帆宫死亡 首席商务员和好运号的领航员腿被打断 木匠的膝盖被打碎 船也搁浅了 到了黄昏涨潮之后才颇困 这可以说是台湾信使记录上的第一次海战 在淡水出厂败机的荷兰舰队 18号来到基隆港下茅 荷兰人观察到用石头建造的方形堡垒 在面水的城墙有六到七门炮 那个就是圣沙尔瓦头城 当时只有圣安当大人宝完工 荷兰人还观察到山顶有一个据点 那个就是看守堡 不过由于岛屿的地形把港内给挡住了 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停泊的船只 于是荣和船好运号就冒险混入港内 观察到在圣安当大人宝的前面 停泊了两艘蒋帆船 港湾的对面还有两艘船 荷兰人发现无法突破西班牙人的防御 只好放弃 不过荷兰人此行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东部黑号的航海官布拉克 对基隆和淡水做了详细的测量 并且绘制的精细的海图 这个对1642年荷兰人的陆军行动 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这些海图现在还存在海牙国家资料馆 荷兰人对付西班牙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1625年就支持出出茅庐的郑志龙 劫掠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 以窒息西班牙人的贸易 郑志龙借由这个机会 由一个同意摇身一变成为海盗的领袖 建立了正式海上集团 1628年当荷兰和日本 因为冰田迷兵卫事件关系破裂 日本停止贸易 扣留荷兰船只 并且威胁要荷兰人退出大员的时候 巴达威亚却多次派人向日本幕府提出 荷兰愿意协助日本 征服西班牙人的基隆 淡水甚至马提拉 只要日本人同意 荷兰可以继续占领大员 但是因为日本当时并没有这个意图 所以没有成功 由此可知 荷兰人借花献复 借刀杀人的阴险 曾志龙在1626年之后离开荷兰人 他拒绝荷兰人禁止中国商船和西班牙贸易的要求 因为当时曾志龙正忙着和其他的海盗斗争 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归顺明朝 并且借机垄断了福建的海上贸易 向各国商船收取高额保护费用是他的主要收入 没有理由跟自己的利益过不去 反而西班牙人必须限制 曾志龙将势力伸展到基隆 根据最后一任基隆长官波提罗 在1641年10月向马林拉的报告当中指出 在该年夏天荷兰人出现在淡水河 保护中国人收集硫磺和瘦皮等的商品 并且和原住民勾结阴谋驱逐西班牙人 同时提到曾志龙和荷兰人协商要对抗西班牙人 因为西班牙妨碍了他在淡水的贸易 我们不要忘了当时淡水还是西班牙的属地 荷兰人为什么能够在这儿如如无人之尽呢 这是因为当时西班牙已经收缩驻军的规模 并且自行将圣多民勾堡破坏 所以对荷兰人的入侵无可奈何 这幅图表现曾志龙的船 公然在基隆的外海抢劫过往的商船 西班牙人完全无法控制海域的航行安全 当时所有在东亚贸易的商船 都必须向曾志龙集团购买保护令旗 每艘船每年要三千两 否则被抢的几率非常高 曾志龙一年的收入超过千万两 真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问题是西班牙人如果要付保护费给曾志龙 那又何必花钱来维持基隆的基地呢 这不是重复投资吗 这使得马迪拉方面开始怀疑基隆的价值 当时圣沙瓦德城本身也处于困境当中 西班牙人不像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发展农业啃植 所有的吉养呢都要靠马迪拉一年两次的船只运补 成为西班牙沉重的负担 有的时候因为台风或船难的因素 甚至一年才得到补给一次 粮食用尽的时候呢就必须吃狗老鼠或是虫 这就引来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 因为德洛六在1597年上奏给国王关于基隆的海图介绍当做不是说 因为此地肥沃可供应米肉和鱼 鱼多到每年可以装满200烧到中国吗 为什么不能吃海鲜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是 当时的欧洲人呢对于鲜鱼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经出版东西都公司相关书籍的布林登 曾经如此描述 令人惊讶的是 鲜鱼无缘出现在航海男子的餐桌上 虽然英国人连腐坏的肉也吃 肾沉好热层还有饮水的问题 因为当地的水质硫磺浓度很高 饮用会生病 还造成极高的死亡率 另外呢还有西班牙文献从来没有提到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就是基隆东北季风 季风湖雨的气候和极度潮湿的环境 在这样恶劣的地方服役 士气呢恐怕很难高得起来 而且食物和被如发霉 健康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幅图呢就是表现在庞陀大雨当中 西班牙士兵守卫在碉堡内的无奈 西班牙人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 1635年就任菲律宾总督的高贵拉 鉴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动乱严重 想要征讨但是缺乏兵源 因此对于维持台湾据点的效益展开检讨 1637年1月在玛尼拉召开的会议当中 高贵拉总督表示占领台湾毫无用处 突然花费了大量的经费来维持驻军 当时西班牙人占领基隆已经11年 驻军300名一共花费了50万批锁 但是每年的财政收益不超过2000批锁 成本效益完全不成比例 他认为不如占领海南岛的一个港口 不但更靠近中国 而且运输成本和军事开销都比较低 其实西班牙当局已经发现 有许多中国商人被白银吸引 用融合船满载货品来玛尼拉交易 这种方式远比西班牙人自己在台湾设立据点来得划算 因为不需要维持基隆驻军的成本 不必理会中国的海境政策 更不用承担海盗抢劫和海难损失的风险 甚至最重要的传教事业也不如预期 首先台湾著名信教的人很少 以汉人为例扣除小孩不到100人 而且信教的目的是为了卖鱼给西班牙人 他认为台湾著名的信仰难以改变 其次高贵拉认为对日本传教也已经不可能 就算要继续传教 留球的位置也比台湾更适合 会议结果13人战成撤军 4人反对 于是高贵拉下令从台湾撤军 但是遭到反对者的抗议 所以折中改为放弃淡水 以及大部分基隆的堡垒 集中兵力到圣沙瓦德城 这就是西班牙统治末期拆毁许多堡垒的原因 这件事还涉及总督和大属教 和其所属的道明会之间的矛盾 总督和军方基于现实的考量战成撤军 但是道明会却坚持以台湾为传教据点 耶稣会见缝插针 和总督结盟打压道明会 这幅图就是表现高贵拉总督和马尼拉大属教 俄南居两人关系四统水火 在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前面互不理睬 到后来高贵拉甚至将俄南居下狱监禁 这就造成了1642年西班牙人退出台湾的时候 道明会全力批判高贵拉 要他承担全部的责任 道明会和耶稣会的斗争 不仅仅在台湾据点的问题上 更扩大到对整个中国天主教传教的竞争 耶稣会从利马斗以降 在对中国祖宗崇拜的问题上比较有弹性 所以得到皇帝的认同可以在中国传教 成效斐然 当时许多政府高官 甚至皇室的成员都成为教徒 道明会看得很吃味 就拿祖宗崇拜当话题到罗马教廷去告状 教宗克兰蒙十一世 派遣特使多罗来中国处理 多罗是一个很刚愎自用的人 擅自在中国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信徒崇拜祖先 康熙皇帝大怒驱逐所有传教士 全面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天主教从此在中国决击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 才随着西方的船舰炮利回到中国 马列拉高层的争执 严重影响了基隆和淡水的防务 荷兰从各种途径很快就看出 西班牙人防卫力量的削弱 这大大鼓励了荷兰人出兵夺取北台湾的信心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